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4月26日早上的天氣節目 我是林鶴賢 受到一度低壓曹影響 半個過去這幾天天氣都是一般 有咒雨和雷暴 雨傘有時都頗大 今天也不例外 我們預計今日最高氣溫上到29度 一起看看外面的情況 今早早在鶴吹旺吹 見到都比較多雲 但暫時未有些大雨 至於氣溫方面 雖然比較早 但各區氣溫已經去到25至28度不等 在雷達影像方面 記得到在臨天光時 香港附近多了一些宅雨產生 但比較強的雷暴 主要集中在廣州附近 但我們記得到雷暴有向南移動的跡象 故事我們預計在未來兩至三小時 有機會影響香港 所以大家記住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情況 如果看遠一點 我們記得到在香港西北邊 依然有些比較強的雷雨產生 故事我們預計今日的天氣 都會一般 今日的天氣會大致多雲 間中有趙雨和狂風雷暴 雨勢有時頗大 但我們預計下午 趙雨將會減少 最高會上升到29度 風會吹和滿至清淨的東南風 漸轉翠南至西南風 風勢有時侄勁 至於周末期間的天氣 我們預計的島在香港附近 依然有些藍綠色甚至黃橙色的地區 即是周末期間 我們天氣依然會有趙雨和雷暴 但我們預計到星期一 天氣可能會漆漆 趙雨將會減少 但到5月1日前後 似乎天氣又會再一次變得不穩定 好了 這節的天氣講到這裏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一日 再見 再見